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LV小皮特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是下午1点40分 礼拜二是9号咯 一个小时之前呢 阴云密布 下起了雨 当时呢 我正想跟大家分享这种美丽的雨景 但是呢 我的手机空间不够 我再把原先录下来的视频呢 要上去 才能腾出空间嘛 所以呢 错过了那种美丽的 风飘飘的雨水 雨点 真的很漂亮啊 那种 就让我想起了那种风雨飘渺 然后卡车司机在这风雨之中驾驶的卡车 那种感慨 那种心情 当然是不一样的 好了 现在雨过天晴了 那太阳也出来了 大家看见了 你看 左边的山 右边的树 哇 这个景色 像是神话中的景色一样 那你一想到那个什么地方吗 那个国内不是有一个泰山吗 有一句话叫做 不是泰山真面目 紫园不是生在此山中 那意思是什么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不知道泰山啊 泰山呢 总是云雾弥漫嘛 你不知道它的真面目 也总是被云层揭盖了 那在远处看不了 因为你不是在那个山中 那山中是看不到外面的嘛 你只要在远处来看到 那个泰山的美景 我也同样 就是说 此时此刻 我在这个15号高速公路 沿着这条路直接奔向加州 加州 那是我可爱的第三故乡 洛杉矶 我看看现在还有多少英里 400英里 那么我刚才 从睡醒觉那个地方 一直开车 开到现在 已经开了也有两个小时了 两个小时了 刚好就是100英里了 那你看 我现在的速度 是68米 70米 那为什么你一算起来 就是没有平均速度是68米 而是只有50多米 那你要想想 中途 它的车速有时候会慢的嘛 前面的车它不快 哎呦 现在的太阳晒着不好看 好了 镜头放到主角上 主角 主角 我就主角了 所以 我刚才讲了什么 我讲了些什么 就讲了我太三了 还有什么 有时候 有时候啊 我们拍视频啊 有一种就是说 连贯性 它的那种 那种灵感是 是在延续的 当 你突然的转变了一下的时候 你接不上了 等于那个神经断了路 对了 我现在记起来了 就是说 加州是我第三故乡 洛杉矶啊 洛杉矶的一草一木 都那么让人留念 这是人之常情的事情 就好比你养动物 养宠物 当你整天对着它的时候 你是不是日久生情啊 你总结它 越看越可爱了 最后 你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候 它有病有痛的时候呢 你会不会把它 当它生病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自己感同身受 有人说 它是动物啊 怎么与人相比呢 其实动物都是有灵性 动物也是怕痛的 那人也怕痛的 所以当时这一点 那就是 人与动物嘛 和谐相处 人与大自然 融合为一体 就等于好比我现在开的车 在这种大自然的下面 总是深处其中 就感到那种很温馨的一种感觉 那种感觉也是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哎呦啊 千言万语啊 也不能够说出此时此刻 我想形容我所看到的这些景 一山一水一木 但是加州洛杉矶 当年我来美国去过三万四 后来从三万四坐飞机到洛杉矶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坐飞机吗 因为我不会坐虧狗 虧狗很便宜啊 三十多块钱了 我人生地不熟 我就买个飞机票 一百六十多块钱 四十五分钟 从三万四就飞到了洛杉矶 但是呢有一个 因为我在国内 我在网络上 我就通过网络看到了洛杉矶的资讯台 资讯了哈 现在大家知道洛杉矶的华人资讯网了 啊 那个人 那个上海人 在上面写 只要你想得到 我们就做给你看 放心 有我 有我们 接 全力 为你 排优解难 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哇 但是 就冲了这句话 结果 我相信了他 我就后来我就直奔 我就在洛杉矶的 机场下飞机 他就在那里等我 我就 他就 开台车 然后接我到他家里去 哇 遇到他家里去 他远离华人的 那地方 是一个老外区 哇 里面很热很好啊 他妈里面的全部都是华人 他们那些人都是 那些华人是什么华人啊 那些都是 在美国 无亲无故的 哎哟 那可是 精英啊 有精英 有一班人啊 不可小觑啊 那段时间 哎呀 上海人呢 很会做这个生意 上海人呢 总是笑嘻嘻的 你骂他他也笑嘻嘻嘻 毕竟他知道嘛 挣钱 挣钱 不花 不跟你 你 斗气 就有句话嘛 水 可以溶解 溶解石头嘛 你硬都硬 硬都硬 那他就不叫上海人了 他用温油 来宰你一刀 懂不懂这个意思啊 厉害了吧 上海人做生意 确实有一套 啊 然后 我在国内 我 他总是在写文章嘛 那这文章啊 都写的 哎呀 好像 对 社会主义 啊 对中国啊 好像有 哈哈 有 有他独到的见解 哎呀 怎么样了 嗯 那个中国怎么不好了 哎 怎么怎么了 我就 我就看到他这一点 我就觉得 这个人很正直 哎 能够评论 时事的人 政治的人 肯定 他是 思想是高向的 是怂高的 你看当时我在国内 是这样想的 啊 他能够说这样的话 啊 证明 他觉悟高 而且 他有一股正气 哎 这种人相信 可以相信的 啊 因为 一般老百姓 是吧 就是柴米 酱醋嘛 吃饭的事情嘛 还想什么国家大事 一个人能够 把国家 大事 啊 放在口上 那证明他是很关心咯 他把自己的 幸福 与国家的 荣誉 捆绑在一起嘛 那我就相信他咯 哎呦 后来我到了他家 家里才发现 他老婆 他老婆是在网络上抄别人的 他抄别人的 为他 他的 博客 叫做 网络不是有一个 夫子跟张贴嘛 哎呦 全部不是他写的 是他老婆 是 从网络上这里抄一句 那里抄一句 然后把他的丈夫打造成一个一个爱国一个爱国人士 把他担了之后对中国的前途命运 有一股好像屈原了你知道 那屈原就是后来不是自杀了嘛 他就是爱国嘛 当时温君皇帝 他不听他的 大好香山就被断送了 哎呦 这时候他想到自己 结果就是给一个人的正派 哦 后来原来是这回事 原来挂羊头卖狗肉 你看 人生 人心 果策 千万不要相信 你不要相信我 记住 相信自己好了 你相信了别人 你相信了别人 其实你就等于没有自我 你要相信自己 你要相信自己 我的左右铭就是相信父母 相信自己 我要轻易的相信别人 最终说的那些甜音蜜语 女的也不要相信男的甜音蜜语 男的也不要 不要受眼前的一些诱惑 还是要好好的独立 好好的独立思想 因为幸福的东西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不是别人掌握你的命运 你把自己的命运捆绑给别人 那你就会很失望 所以一切都要相信自己 所以当年我呢 就是相信了他咯 想不到他是卖狗 卖羊头 卖狗又挂羊头 卖狗又挂羊头 所以他满脑子 其实就是不道德的 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到了那个地步了 也只能够随遇而安 这时候那么就见一步走一步咯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人啊就这样了 因为 人啊 都有私心的嘛 这很正常 对吧 你说人没有私心是假的 对吧 你再松高的思想 你也得吃饭了 就有句话嘛 你不能够饿着肚子闹革命嘛 是吧 哎呀有阳光 不然我拍一些外面的景色 不能够饿着肚子 所以 所以大家呢 要冷静 其实 无论是 什么人 他讲的 再好 再华丽 你啊 虚落 很大很多 那你要警惕了 事实上是没有四川四美的 没有四川四美的 要 要有那个叫什么 曲线的美 就是说 你允许 允许 就是说 人不是真的伟大 也许某一时刻 你突然 觉得自己 很伟大 那只是一个 冲动而已 现实还是现实嘛 所以 人 其实就是一场舞台嘛 就是 一个舞台剧嘛 那你看我们大家现在 看电影 不要说现在的科技 有电影啊 有什么电视台啊 有网络啊 这些 古代啊他们也是 把雷台嘛 唱大戏嘛 王帝也喜欢看戏啊 那叫刘邦与项羽啊 那也看 是吧 那不是 喜欢看戏嘛 那就是人生 不就是一个舞台咯 舞台嘛 有 每个角色 都有人去充当啊 你要做演员咯 那你要看你的人像好人啊 你就 你就去办好人吧 啊 你看上去 松松巴巴的 你就 你就当 不好的角色 那以前我们中国的戏啊 那些黑白的电影啊 就是 哇 那些好人总是衣貌堂堂的 我一看就知道是好人 哎呀那家伙 一看就是坏蛋哦 那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嘛 人不可 不可冒相 水不可抖量 啊 就意思说 你不要看表面上的东西啊 啊 表面上的东西是不可靠的嘛 但我心里也觉得 其实 其实 我们为什么 我们几千年的 啊 人的总是 古人都说嘛 人 是应该 看 看人的啊 哎 哎 那个那个 这个有个路口 我的 啊 不过今天呢 我也不讲那么多了 有些东西 玄机的东西啊 不能够 道破天机 你说道破天机呢 就没啥意思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说 很多东西啊 你不能够说出来 不能说 因为 因为 因为你说出来 很多 人啊 他们都 每个人都有思想 就等于你一个观点 人家有正反方嘛 有人 有人觉得你说的对 有人说你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呢 你就自己 就领悟而已 是吧 哎 我们也不争吵 也不争论 那为什么有 现在这样的话 因为 这个大圈世界嘛 争论 争论 不是自己只说争论的 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时间 去争论了 争论是要给年轻人去争论 去 去 寻找 真理 啊 我们就是 一个 旁观者 或者我们 觉得 这美好的世界 有时候我们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 思想 只要看看外面的风景 就OK了 就等于我们卡车 啊 开个车嘛 拿个搬向盆嘛 就看看 左右两边 啊 山清水秀的 蓝天白云的 空气很美丽 这个就足够了嘛 这就是养分嘛 这是大自然的养分啊 啊 所以 人 就会变 变着通 通着变 啊 所以 我也 我们很喜欢 中国有一句话 就是 君子之交 淡如水 再好的朋友 也不要太紧密 因为 有留些空间 自由空间嘛 就等于你好像你 在国内的 你 你那个公交车 你那么人呢 一早上班呢 大家人 人几人的时候 那是 那个时候 大家都不舒服嘛 女的见到男的 逼着自己 那么 那么 都不舒服 那么男的跟男的 逼着一个公交车 也不舒服嘛 那就是空间 空间 人是有空间的 所以 很多时候 你看 就好像打比喻啊 啊 微信 你是微信是多少啊 其实都是 你家的微信要怎么样 你没有共同语言 加了哪一把 一加 你看我在美国啊 那不就加了很多人嘛 哪里有 平时哪里有什么 说什么话的 因为每个人 他 他做的事情不一样 他比我 当时我学按摩的时候 我不是也加了一些人吗 那 那 有聊天吗 没有 所以那东西 嗯 所以 而且 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呢 什么 都是要自处 自己 有句话嘛 啊 就是 享受孤独嘛 只有你孤独 独处的时候 你才会有 有时间 去想想你自己 对吧 你整天热热闹闹 整天什么的 啊 你就得不到快乐 其实很多时候 比如在卡拉OK 啊 十几号人啊 大家 很热闹 你坐在旁边 啊 你唱的 你想唱的歌 但是你觉得很寂寞 为什么 因为 那时候 那双蛙 那种 你只是跟着 跟着那个荧物在唱歌 是吧 唱完之后 大家都离开了 那留下你自己了 因为你其实还不是在那个桌子上还是喝的啤酒 不就觉得很孤独吗 这就是孤独 是吧 所以 人需要孤独的 你没有孤独 你不享受孤独 你不知道孤独 那 你没办法理解 这个社会 孤独的好处在这里 孤独是很多好处的 啊 不在乎你交什么 多少朋友啊 因为 很多人都说 啊 你要开车啊 你要怎么 要 怎么 要 哦 朋友多 啊 就是 朋友多就好办事嘛 按毛主席说嘛 人多就是力量大嘛 哎 这有道理啊 不过 你 你 你怎样的 就人多有力量啊 那你要 想 你自己将来 你是 想做什么的 你就是在规划 啊 但是现金社会 啊 你当老板呢 你可以 请人嘛 请一些 真正的专业的 真正的 人 人 人才 啊 就是这样啊 又扯多了啊 扯多了是吧 嗯 嗯 看看我刚才说了那么多 现在跑了多少mile 哎呦 跑了30mile 哎呀 哎呀 我浪费了这么多口水 竟然跑了30mile 哎呀 四十千 哎呦 哎呦 在当那哪个地方 现在啊 这个太阳还没到 好 哦 今天 哦 哦 是这样啊 哎呦 太阳也 也照得也不漂亮 嗯 确实 啊 因为正对着 对着的方向嘛 看来呢 晕天的时候呢 你看到外面的景色 挺漂亮 哦 好 哎呦 还是不要了 人万的主人公身上吧 哈 免得那个什么的 啊 嘿 哎呀 很多时候 我也不想讲那么多 就是 人嘛 自己知道 这回事就行了 但 你既然做了视频了 那你就要分享思想了 谁也想沉默是惊 谁也想 静悄悄的 去想自己的事 对吧 不过还是那一句话 既然 身在其中 该干的事情 那你就干咯 哈哈 有句话嘛 我是拍视频的嘛 我怎么能够沉默是惊呢 不可能的嘛 所以 分享 也就是职业道德咯 哈哈哈哈 把这个 分享当成是职业道德咯 所以 节 节目 很高咯 好 就这样咯今天 拜拜